早上 早上 天气非常好 也是摘草莓 但是今天是白草莓 在日本叫做 白色草莓 我之前在超市买过吃过 但是呢 去草莓园摘这个白色草莓 我还是第一次 我发现可以改名叫我草莓小姐了 租车然后出发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 我们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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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被他 体温被他检查了想 好像在这里搞得特别专业的感觉 因为印度是12点 所以他就我们在死等 不到12点不能进 因为现在又是那个疫情 所以可能他也不想 一下子进太多人吧 容易感染所以就 阶段阶段性的进 然后就比较少一点的样子吧 那房子感染 我发现我最近已经懒到了一定的境界 妆也不化 一天到晚 就直接大瞬眼出现 皮肤那还烂得要死 反射妆我还是有差的 下去给你们看看风景吧 人还蛮多的呢 每个人都要接受体温检查 这些都是来摘草莓的 居然陆续不断的有人来 怎么感觉有点热闹过头了呢 这大疫情中 这些是已经吃饱饱草莓 然后准备回家的人 我肚子也饿了 我肚子也饿了 有点小期待 然后最近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压力大还是干嘛 虽然我也没什么压力 嘴巴上长了两个大泡 看得到吗 看不到 喝水都是用半边嘴喝 就是用这边这边这边 半边嘴这样喝 别的听老板讲一些注意事项 这是红尾巴的 圆续不断的 有点赤续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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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辈子有点美味 所以这个辈子 好想找一下 那些辈子 相当不同的 老闆娘说 这白色的草莓很少 我们只能吃两三个 宝贝你看 它这边的草莓很小 因为我每次去的地方看东西要差很多 给你们看一下白色的草莓 长这样的 是这个颜色 这种的话 这种是没有熟 变成白色 纯白色就是熟了的 就这种感觉 接下来我要开吃了 这边感觉还蛮大的 说是尽量让每个人控制在 三到四个的白色草莓 然后再吃红色的草莓 但是我感觉我好像会无视它 等一下再告诉你们味道 好好吃 我之前还以为 在超市卖的白色的要比普通的 红色的要贵 是因为它少 现在我发现不止它少 而且它还好吃 非常软 非常甜 很好吃 你看它有点白又有点火 尝一下吧 有一點白 有一點紅 不知道是白色還是紅色 好奇怪 它這個色有點像 有點像硬桃子的感覺 應該是屬於白色的一種 然後再慢慢的變白 還沒變完 再吃一個 感覺很像天然 很厲害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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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天 很漂亮 日本建築和美景 傳統他們很明顯 新鮮医師 和美景 作詞特別避充 尝一下它这边的红色草莓吧 红色的也蛮好吃的 记住在日本 1月到5月之间是草莓的期间 有需要旅行啊 或者到草莓园吃草莓的小朋友 可以联系我 发现一个特大的 我在 发现我就是一个奇葩 因为我总是想吃大哥的草莓 当然不只是草莓哈 又发现一个 这还有一个 这就是白草莓 好好吃 白色跟红色都很好吃 白色看过去比较特别 反正没熟的感觉 但是它是已经很甜了 好漂亮的颜色 好像牛奶一样 我感觉我就摘错了 这个是熟的 它这个是没熟的 颜色是不是有点区别 这个是他们农园老板自己采摘的白色草莓 这完全跟我摘的不一样好吗 这么大 这是我摘的 这是店里面自己摘的 完全不一样好吗 我不敢相信这都是出自这个草莓园吗 吃饱了 因为它限时30分钟 然后这30分钟又过得特别快 走了 测吧 今天也补了好多维生素C 看来明天又会变漂亮一点 手也吃了好多草莓呢 吃饱了 吃饱了 全部吃饱了 吃饱了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